3月27日金光灿烂 徐晓凤北京演唱会在京举行发布会 徐晓凤表示 这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来到北京 原本北京站不在计划当中 由于广大科迷们的强烈要求 主办方也特别飞往香港 一邀徐晓凤在首都北京举办演出 最终徐晓凤同意特别追加一场演出 这将是徐晓凤北方地区的唯一一场演出 我真的很凶啊 你不要逼我了妈 你再逼我就跳下去了 我死的 我心跳出来了 好惊啊 黑根里 默然陷 谁与之心里托虑 你问我怎么不愿 我心太累 也不非常大意 尽管已经年过六十 但徐晓凤仍保留着一颗童心 最喜欢的动物就是熊猫 此次活动开场也请来了许多小熊猫们 为徐晓凤开课唱拉开帷幕 那么波点庄也成为徐晓凤开课唱的一个亮点 可能比较流行复古风啊 那个波点现在 波点是复古吗 对啊 刚刚开始流行 我二十年前已经穿了 这是复古 其实我二十年前已经穿了 是啊 所以这一次 是吗 上 现在在流行 现在流行啊 对啊 我很早了 所以说有可能这一次还会带给大家新的流行元素 那我可以穿啊 对不对 从波点庄到钟爱的熊猫宝宝 徐晓凤还像个小孩子 透露开完课唱后 要到熊猫馆去看望老朋友 徐晓凤还坦言非常希望邓雅平等好友能参加自己的演唱会 坦言大家都胖了 属于第三度发育 现在有没有就是还想跟他们再合作的那种 那当然有了 那当然有了 我们我们大家都胖了 我很高兴 对啊 这是人生毕竟这段 给三度发育嘛